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您的支持 而立法会主席梁君彥和一众议员在会后见记者 他说23条立法的工作是有必要性和急切性 过去27年都未能完成 在一个重要的时刻能坚负这个历史的任务 是我们第七届立法会感到光荣的 也是责任重大 全体议员一定是上下一心全力以赴 审慎审议法案条文以履行我们的宪制职能 在完成制定有效维护国家安全法例之后 就能够全力聚焦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令一国两制幸运自愿 宠案分为9个部分提出罪行包括叛国 危害国家安全的破坏活动 以及与国家秘密及间谍活动相关的罪行等等 下午2点半立法会法案委员会就举行会议 展开审议草案的工作 委员会将会在明日和后日继续开会 逐条审议条例草案的条文 接着我们转下话题了 18区日夜都纷纷 今次去到深水堡 搞了个尋堡文青市集 明日在深水堡通州街天桥底活动空间 不单有布艺、皮革、本地原创产品的摊位 还会有舞台节目给大家欣赏 到时亦有互动展览区 展示一些设计比赛的展品 介绍本地设计产品和深水堡纺绩布艺文化 除此之外还有和多间地区特色商户 老店联成的尋堡图passport 城市晚步体验之旅 活动范围扩展至整个深水堡 让大家充分感受深水堡的地道特色 振兴地区经济 讲完文青又讲一下妇女 今天是三百妇女节 我们跟大家探讨一下 女性劳动力在社会上的重要性和支援情况 了解不同妇女如何在职场上占一席位 3月8日是国际妇女节 跟妇女的劳动权益息息相关 有机局发现女性的收入中位数 是比男性小大约六千元 而管理层的女性 就比同职级的男性小大约九千元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你知道今天是什么节日吗? 妇女节 妇女节 三百妇女节 香港女性在职场上 会遇到什么困难或辛苦呢? 一有家庭就会比较辛苦 因为可能他们要兼顾小朋友上学 请假那些会比较困难 一些身体上的需要 变上可能都未必真正了解到 香港需要不需要争取男女平等呢? 在工作待遇上 当然是最好的 工资不会升级太多 是不是? 毕竟大家做事都是差不多 同工未同酬 这件事是最基本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年代 男女都颇平等 工作上的分配 或者一些时间上的安排 可以多一些沟通 香港女青年会 在去年十二月至今年一月 调查访问930名 50至70岁的退休妇女 结果显示 465人表示退休后需要照顾家人 每天照顾平均时间是 5小时42分钟 当中认为照顾时间过长 和感到极大压力的 各超过三成 究竟这些退休妇女 有没有重返就业市场的空间 其实退休妇女成为了照顾者之后 她们最大的感受和遇到的困难 会是什么? 我们都看回 她们会觉得 个人的空间和时间会减少 还有她们都会觉得压力很大 经常都听到她们说 其实退休明明是想休息的 但反而多了忧虑重担 有受访者就说 照顾者的身份一定留在女性上 其实这句话是反映着什么呢? 我们是广东人 有时一句广东话 常常用的说话就是老讽 其实我们会觉得 为什么一定是女人 很多时候家里可能有很多人 但我们有没有跟他们谈过 协商过可以谁负责? 照顾者其实不是很简单的家务 或者一件事 而是很长时间的事情 所以有很多照顾者的感觉 会觉得好像不能休息 就你们所知 这些妇女想不想重返职场? 其实大部分女士 都是想出去的 因为主要原因是财政独立 对女人 甚至每个人都很重要 你们有没有服务 可以协助她们重返职场? 她们遇到的困难又会是什么? 妇女都隔了一段时间 才重返职场 可能有一些职场的资讯 或者最新发展 他们真的需要一些时间 去重新去适应 或者学习 我们就会有一些 不同阶段的课程 提供给他们 另外 我想有时候 他们都会遇到一些困难 就是那种行业上面 有时候的团队协作上面 她可能很赶时间回家 但是香港工事长 大家都知道 雇员友善政策 都是很想雇主可以考虑 包括弹性上班时间 因为我们有一些妇女 其实未必能回到 那么长时间的工作 香港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 其中少数族裔人口佔百分之四 容乐会曾经在调查发现 少数族裔人士失业率偏高 究竟他们求职会遇到什么困难? 如果在上学的时候 可能语言方面 学中文的科 就比较困难些 去到中三 大家都不想读书了 因为可能学中文的时候 大家可能常常都要留级 升不到班 但非华语学生 是因为觉得自己没有什么信心 沟通不了的时候 所以朋友是少了 他们通常会和哪些人做朋友 是用自己的社会困组去做朋友 是没有了地位的朋友 那时候可能沟通的技能 都比较差些 出来到你去面试的时候 你没有交易技能的时候 其实都很难找工作 当中女性遇到的困难 是否更加大 可能去面试 面试固主 可能在面试的时候 问他 为何你要包住头 我是穆斯林 我是宗教信仰 所以我要这样做 有时候有些固主 可能不太熟悉他们的文化 背景的时候 你不能包住头上班 所以会有歧视的方向 还有有时候 有时候雇主 可能你一定要聘请 这个非华语的女士的时候 可能是最后一个面试史 才聘请她 但如果雇主想炒能的时候 可能第一个要炒这位女士 那你们机构如何协助他们 让他们方便就业 第一我们会提供不同的工作室 给他们 他们可以展示自己的才能 当我们给了一个机会 给他们的时候 他就可以增加他们的信心 第二我们也会提供不同的训练 给他们的 那这个训练是用来做些什么呢 就是要交易 如果你不懂和别人沟通的时候 其实你是破裂不了那个渠道 第三我们是有学生 有些女士可能中学不早业 或想入大学的时候 但可能家庭的金融不太好的时候 我们就会提供不同的学生 追求男女平等待遇 并不是说要将女权捧到高高在上的意思 而是希望大家知道 工作能力和性别和种族 是没有必然的关系的 所以各位雇主在聘请雇员的时候 希望都可以用人为材 香港的女性种人口和劳动人口 都比男性多 但是在职场上一些传统工种和领域 仍然都是男性的比例比较多 好像一说起建筑行业 不少人都认为主要由男性主导 但是其实随着社会 越来越重视男女平等 都有不少女性加入了这个行业 有份兴建契德体育员的 女性资深总建筑师都说 女性在建筑行业有一定的优势 女性的包容和关怀 在团队之中能够担当互补角色 增加思考角度和多样性 至于落到地盘和工友沟通 他们也懂得软硬兼施来说服工友 另一位服务了港铁25年 是公司首位 也是目前唯一一位担任项目经理的女工程师 入行多年在七条铁路之中 有五条她都有份参与 她就说在地盘职场上 的确是存在男女不同的待遇 以港铁隧道转滑工程为例 以前就不让女性参与的 有传是与港铁为隧道转滑机命名的传统有关 港铁一般会为转滑机 贯赏历史或者神话故事中的女神名称 例如九龙南线的转滑机 就命名做小龙女 高铁叫超军 沙中线叫雅典娜 诺马洲之线就叫木兰 而当时行内有个说法 就是说有女神保佑 会同性相距地说 传闻试过有女性参与转滑之后 隧道就出意外 所以就不让女性进去 不过随着时代进步 大约去到2007到08年左右 已经是打破了这个禁止女性参与的做法 其实这个年代 很多女性不单是职场上有出色的表现 家里头家一样打理得妥妥当当 趁着今天是三八苦女节 我们推出时光旅行短剧 一年四个星期 为大家带出女性在不同阶段的感动时刻 今晚就是第一集 女主角由奥米释演 故事中她事事都是以儿子为先 不过一件小事都令到她反思 从而学会怎样做人妈妈和做个女儿 今次我也有份演出 大家一起去看看 好, 走吧, 冲仔 好, 冲仔 冲仔很开心 好, 有这么多车来做生日礼物 你记得你第一次坐的车是什么车? 不要紧了, 傻猪 走 我叫慧玲, 今年35岁 我儿子冲仔, 今年5岁 其实大部分人出生后 都会坐BB车 由父母做他们的司机 开始人生的旅程 而我做了妈妈之后 我人生的旅程就多了个盘 这个盘的出现 令我更加感受到无碍 妈咪, 快点快点 这么急的? 你等我才行 喂? 阿玲, 我的手很痕 我叫你帮我买濕身润腹膏 你有没有买到? 买了 好了, 你现在这么急, 要借回到你家 就给你了 好了, 我们快点回家了 来, 走吧 好了, 好了, 你没事吧 来 我想帮他带 是, 帮他带 好, 那你帮他带 好 好可爱 好, 那你和德德玩一会儿 妈咪的做卖东西, 好吗? 好可爱 没事, 没事 那你帮我去冰箱里 拿起葱汁的沙子蛋糕出来 对了 好 妈, 你怎么搞的? 你做一点事做不到 为什么你拿不住蛋糕? 我…我手的沙子沙子很咸 我之前转准 我今天不会再买到的了 你自己不吃蛋糕而已 你也不用… 算了, 你不要收拾了, 我收拾了 走吧 妈妈 妈咪, 不要罵婆婆了 婆婆不是不喜欢吃蛋糕 只是她有糖尿病 不能吃那么甜的东西 妈妈 妈妈 是嗎? 剛才你又說飽 現在這麼心急,又要拿蛋糕出來吃 熟絕 是嗎? 不要哭… 這麼晚都收了,哪有蛋糕給你 我們喝點水,去喝點水,好嗎? 來 是嗎? 是嗎? 玲玲, 醒醒吧 明天過十二點, 還可以吹蠟燭 有蛋糕吃, 多謝媽媽 玲玲生日快樂, 開開心心 不如我們點蠟燭, 吃蛋糕吧, 好嗎 吹蠟燭了 要我餵你嗎? 對 好吃… 我餵你, 吃蛋糕 我餵你, 吃蛋糕 我餵你, 吃蛋糕 謝謝, 謝謝 謝謝 蔥仔, 這是甚麼 很大的 蛋糕這麼普通, 蔥仔喜歡嗎 那最重要是你吃的 蛋糕是低糖的 不用遷就我嗎? 今天是蔥仔的生日 如果沒有你就沒有我 更加不會有蔥仔 所以你也很重要 蔥仔, 謝謝 塗了之後, 就不會再癢 辛苦你了吧 媽媽, 辛苦你了 傻瓜 好了…我們一起去吃蛋糕, 好嗎? 還沒了, 行 吃蛋糕了 好, 幸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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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和我們保護的中間 我的心很甜 既然說, 年紀大機器壞 老友記最好當然就是做多些運動 來鍛鍊, 有助延緩衰老 香港大學就推行 港大有外學生運動大事先導計劃 和社區合作舉辦了六場的長者康體班 帶領長者進行康體運動 提升他們的身心健康 今晚就等香港大學食物及營養學系學生 梁展成和香港大學運動中心教練 楊家偉分享一下 歡迎你, Tom和Wilson 歡迎小兩位 首先和Wilson聊一下 其實你如何去設計這個計劃 以及作為教練 如何去培訓學生可以成為運動大使 其實港大有外這個計劃的目標 就是希望促進社會共融 以及推動年齡友善的計劃 我們的學生大使是需要在我們的中心 經過一些培訓和考試 其中的內容包括基礎生理學 一些運動學 以及一些體積能的基礎知識 最後我們大學就邀請了社區中心的社工 來和他們談談 如何和老人家溝通會議的技巧 Tom,我知道你是學生運動大使之一 到底是甚麼驅使你參加這個計劃的呢? 我知道你本身就是讀營養學的 怎樣將你學到的這套知識套用去教導長者做運動呢? 我就是讀營養學的 同時我也有副修運動的人學的 這個計劃正正可以令到我自己的專業範疇 我平時學的就是理論 如果我在廣大友愛 就可以實踐到我自己學的理論 另一個驅使到我想加入這個計劃的原因 就是因為其實我有出去做老人院做義工的 我也想幫他們的 因為他們的身體機能未必 因為年紀大了 未必是一個很好的身體機能 可以透過運動來幫到他們 是一件很好的事 真是很有意義 Vilson,其實你設計這個康體運動的時候 你是隨著哪方面去設計呢? 以及這些運動怎樣去幫助長者 去鍛鍊他們的身體呢? 其實長者隨著年齡的增長 以及他們缺乏運動 導致他們肌肉流失 我們今次設計了一套拉力帶的健體操 可以幫他們鍛鍊到他們身體不同的肌肉 而且最重要是他們可以在家裡做到這套訓練 另外我們還安排了我們的學生大使 跟他們去參與一些身輕運動的體驗 包括了匹克球和三葉球 這些匹克球和三葉球的身輕運動 莫說是老友記 我都未聽過 更加未玩過 TOM 你們年輕人玩這些身輕球類 就應該容易上手 但是對於老友記來說 又難不難呢? 還有玩這一類的身輕球類活動 對於長者有什麼好處呢? 其實 帕克球和三葉球 其實就是用一塊木棒 然後以網球、羽毛球 或者是網球羽毛球的模式來玩的 對於老人家來說 對於老人家來說 因為他們有接觸過傳統的運動 例如網球羽毛球 他們可以快點上手 同時 因為這是一個身輕運動 所以他們會覺得 身軟性也很高 而且脆臂性也很高 同時 因為我們的運動強度 沒有那麼高 所以長者又可以坐在那裡玩 又可以站在那裡玩 所以對於他們來說 未必是一個很難的運動 是 剛才也看到一些照片 坐在那裡玩 又安全一點 是呀 而且看到也很開心 我想長者是否也很喜歡呢? Wilson 是呀 他們很喜歡 他們的反應是非常熱烈 有時候會不捨得走 明白 你們之後是否也會推出一些不同的計劃 或者是繼續幫助老友記 以及聯合到一些學生一起參與 是呀 其實這個計劃是一個先導的計劃 我們港大作為博富林地區的一份子 一直都搞很多不同的建設 就好像即將建好的普菲露校園 以及其他活動 希望會回到社區 希望北九的將來 會繼續跟老友記一起玩 是呀 相當之期待 我想這些這麼好玩 又有意義的活動 其實老友記都很喜歡參與 而且更好的就是這個計劃 可以將兩代人連結在一起 年輕人可以學以致用 老友記又可以強身健體 所以非常之有意義 兩者都是Win Win雙贏 希望這些這麼有意義的活動 可以繼續發展下去 提升到整個社區 整個社會的人的身體健康 好了 我們今集節目時間差不多 下集再和大家迎聚香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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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